有关四川甘落突发山体崩塌的救援进展 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甘落县苏熊乡的哀戴村 我身后就是这一次高位崩塌的一个现场 其实现在这个灾害现场它的塌方量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涉及到这一次参与铁路抢险的施工单位和人员构成相对复杂 包括有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市局等等 而且目前也不排除可能会有周边群众的这样一个可能 所以现在当地政府还有应急部门和铁路部门都在多方的排查 我们经过现场的多方了解 基本上能够判断这一次的失联的人员在十余人以上 我们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在昨天的事发现场成功脱险的是确定有11个人 甘落县也紧急成立了地方失联人员的一个排查组 通过这个乡镇村组的逐户的排查 来排查地方人员的一个失联的情况 我们的镜头现在能够看到 在昨天发生高位崩塌的这个滑坡面的最下部 也就是接近路面的这个位置 座业面上仍然是有挖掘机和抢险人员正在进行作业的 他们正在进行一个搜救的工作 那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现场的救援进展 基本上是不时的会暂停 不时的又会推进这样一个状态 这也是和现在的这个现场它的不稳定因素比较多是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崩塌面 它和蓝白色棚布之间的这个三块草皮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不是特别稳定的一个状态 非常容易引发次生灾害 包括我现在崩塌面上面的这个大石头 如果是受到太阳强晒或者说是风吹的话 也有可能会随时掉落一些飞时 对救援人员的安全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观察到的 现场的救援几乎是处于一个边观察边作业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进行的 感谢观看